讲到北京的冬奥已经是隆重开幕了 那本来教育部的体育署是宣布 我们的代表团不会出席冬奥开幕典礼的 就后来在国际奥委会沟通之后改变立场就参加了 那当时主要是因为听说是排名上的问题 据说呢要让我们就是所谓的中国台北 这样的名义出现在这个入场的开幕仪式里头 结果当然这个议题是民党最敏感最敏感的话题了 对于我们的奥会的相关的人员来讲 万一没弄好回来也要被清算处理 所以非常的谨慎 那像黄玉婷好了 觉得选手他成长中国队服 其实是对我自己个人觉得是比较缺乏sense 就是说无论如何你代表你自己的队伍出赛 你要穿着自己的队服 你特别要去哪边国际 他可能就认为两岸三地那又怎么样 他不觉得这个是什么了不起 他自己的社群平台 自己的想法觉得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 都可以互相的交流 就想不到成为国内各界政治人物的围剿 当然自己的队哪一队要搞清楚 独派围剿 但是有必要这样吗 你怎么觉得怎么看呢 我先说就是说 蔡英文政府认为无所谓 而且还去电话叫体育署长 慰问他一下 免得他影响出赛 就黄玉婷 免得影响出赛的心情 因为这个他这件事情 在国内在台湾的话 就是说这个独派 台湾的这个台独派 已经剥离心碎一地了 已经翻了锅了 那叫他们的打手 这个叫什么梁文杰 这个是新潮流的 叫他出来 叫他出来打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什么独派的作家吧 还是谁 也出来说 要立刻什么 要立刻把他调回来 不准他参赛 我想这就变成就说 他们不 他们绝对不容忍看到 一个台湾的年轻人 对大陆 不但没有恨意 还有善意 因为这些独派的 就觉得这些人恨大 所有台湾一定要 讲到中国 大陆就要充满恨意 那跟大陆不能发展任何 正常的友谊 这是独派要做成 而且他们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煽动台湾社会 对大陆 对中国 对中国文化 对中国 我们身上的中国血统的 一种仇恨 一种恨意 他就是一直在做这个 他们认为 认为自己做的不错 突然冒出一个 我们高雄的女儿 对不对 黄玉婷 这是很好的一个选手 他很有世界观 很有世界观 很有国际善事 然后对大陆没有敌意 而且有奔大陆的运动员 产生极佳的友谊 然后呢 在没有任何对大陆的这种心理的借力之下 在他个人的这个 这个击逼里面 他PO一个 因为大陆是地主 这次主办奥运会地主 其实从运动员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很正常 很普遍常见的行为 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互换球衣 只是这一些独派的政治 政治人物 第一个 因为他希望仇恨 要他台湾年轻人只能恨大陆 只能恨中国 不能做其他第二选择 最好踩到他们的那个痛脚 第二就是说 再加上这个独派人物 都是些井底之蛙 就是他这种事情在国际上 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 一个很正常很普通的行为 他们在那边大吼大叫 摔桌子打板洞 还要对黄玉婷个人下手 显示出他们的 我真的很同情这一批 像梁文杰这一批人 他有什么恨 为什么你 好像你个人有理由去恨 你为什么要别人 要跟你一起去恨 永远要仇视 我跟你讲 任何的国家 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最好少去恨别人 仇恨是要化解的 不要去天天去制造 他们天天不但好 没有仇恨 希望创造仇恨 有了仇恨 他还觉得仇恨的不够 这就是独派 今天真的好 这要改成一个字 真的是独啊 真的是充满了独 对我们台湾年轻人 这个独害很深啊 叫他们生下来 就充满仇恨 我是觉得这些人啊 为了政治啊 真正就是啊 不但这个好 交派交坏下一代啊 也啊 真的就是说 做出对台湾非常不好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 不管走到哪 不要充满仇恨 觉得这些人 自己生活在仇恨里啊 像梁文杰 不要仇恨哪里来的啊 他们这些人 自己身在仇恨里 还不准别人没有仇恨 这是什么心态啊 这种人在这种社会里面 居然还好 意思大言不惨 出来攻击这个攻击呢 我觉得我对 我对黄毅群 我非常 我非常赞赏他的行为 嗯 你是赞赏的 他表现了一个 一个运动员 应该有的运动精神 他讲的也很清楚 在我们运动的世界里面 是不分国界的 你知道这一次的这个巴赫 也就是国际奥会的主委啊 他他讲话 就应该讲给梁文杰 这一些人听一听看 梁文杰说 我们再强调 他是国际奥会主委 他说 我再强调 我们奥会的精神 是散播和平的 而且我们反对 有些人一直在组墙 把那个到处 组起一堵堵的高墙 我们希望运动 能够把这些墙都能够好 把消弭掉这些墙 你想想看 我们这个社会 谁在组墙 谁在散播仇恨 谁就在组墙 我们跟大陆同文同种 你干嘛 每天要散播这个 这些仇恨 是什么意思 我们跟大陆 每年要做 数千亿美金的生意 我们从大陆赚进 一年赚进 1700亿美金的 这个利润 对不对 我们坐上飞机 两个小时就要大陆了 大陆过去 大陆的观光客 到台湾来 对不对 在过去 那么多 也没有发 你看我们社会有仇恨吗 可是这些人就见不得 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 跟大陆用一种 平衡正常的心态 没有仇恨的态度 去对大陆 他们就看不下去 那我只是说 像台湾年轻人 不会这么愚蠢 像黄玉婷 绝不是只有一个人 他为什么要每天 跟你这些独派一样 到处充满了仇恨 走遍世界 我还是呼吁 这些独派 放下心中的仇恨 放下心中 他就不会在台湾社会 散布仇恨 我跟你讲 我们大部分台湾人 都没有仇恨的 你不要把我们都变成 跟你一样 我不希望身在 我也不希望我 活在仇恨之中 我希望我的身中 充满的是爱跟包容 对不对 是友谊 尤其我们的下一代 要这样去教育 可是你看这些人 一碰到黄玉婷 一个弱女子 也是我们派出去的正式选手 你看对他 隔海这样子的 追杀他 霸凌他 还有人说要怎么样 要把他吐出来 什么训练费 什么 要把他取消资格 不让他拿国旗 那后来因为这个 因为蔡英文政府 还算有点 有点国际观 有点见识 就去 他们大概出来灭火 叫独派不要闹 结果呢 这些独派就把 也不敢骂蔡英文 结果呢 就觉得莫名其妙 写了一篇文章 这些独派的这些人 反正他就希望 这些独派 我不要 我今天再跟蒋福生 我们大家记住 他们就是 希望我们台湾社会 是一个充满仇恨的社会 这是不对的 我们在这边 严正告知 你要搞独立 你去搞你这套 不要把所有台湾人 都独化成跟你们一样 对大陆充满仇恨 我们没有仇恨 我们是希望 即使有这些 芥蒂也要化解的 搞仇恨干嘛 对我们 不要说下一代 对我们现在生活在台湾 就不利 就是不对的 散播仇恨就是不对的 蔡英文不是说 没有人应该 必须要为自己的认同 而道歉吗 但现在黄玉婷 就是这样子的例子 那可是基本上 说实话 我会认为 她是年轻人 的确是很少数 在台湾 我女儿 她们一天到晚 在YouTube 什么的直播平台 还有各种的 这个社群平台里面 就很 她可以跟东南亚 其他国家 其他欧美国家的 网友们可以很 很正常的交流 可是只要碰到 中国的网友 就常常会起很多 奇怪的冲突 然后各种 这个是被架构起来的 这种冲突 所以黄玉婷 这种穿上 这双队服 只是在比赛的时候 你代表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队伍 其实是合理的 应该要很有 Sense的 更何况 两个之间这么紧张 我说的是 她的没有缺乏Sense 是她没有预料到 可能会引起 这么大的风波跟冲突 那基本上她的想法 当然是没有错 如果说运动 赛事 奥运 本来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君子之争 是交朋友的 对 交朋友的时候 还有一点很重要 是把墙拆掉的 要拆掉墙 用运动来化解 把人类的社会 更凝聚在一起 我们不要每天 就想到政治立场 讲到这些 这些 我们都是这个 我们这个都是 星球上的一份子 我们的很多 共同性的 只有政治人物 每天想要在我们这些人 人群之中 築起一道一道的高墙 这些政治人物 我们不要上她仗 他们已经教坏 我们的下一代 然后哪一个 没有被她教坏的 像黄玉婷 她觉得 她没有被她教坏的 愿意交朋友的 就被霸凌了 他们就公然霸凌她 我觉得最值得还行 是应该梁文姐 她有什么资格来 这样子霸凌一个 我们台湾高雄的女儿呢 她什么资格 甚至歌手 肖敬腾也是在 过年期间 央视春晚的回家论 一样都被围剿 现在讲什么 好像都很容易 围剿 因为是1450 这就是 你今天就知道 就是那些梁文杰们 就是这些独派的 对不对 你独派 你去搞你的独 你不要去 跟你想法不同 感觉不同 选择不同的人 别人有别人的 就跟蔡英文讲 你去问问蔡英文 什么讲这句话 对不对 人家跟你认同不同 对不对 我们认同 我们是中华民族 我们是炎黄子孙 听起来 黄玉廷的格局 还比较高 比他格局高多了 那你凭什么 要这样子去霸凌别人 你有什么资格 去这样子对别人 用这种公然指责的 对那人家今天黄玉廷 你有黄玉廷能够去代表台 中华台北去大陆参赛 是因为他经过多年的努力 他是台湾最好的 这个快速滑冰的选手 而且你要知道 要去冬奥 不是你 你愿意派谁就派谁了 对 他有那个 他有那个参赛的最低标准 你达不到他的标准 你不能报名的 我觉得我们的项目 其实相对困难 要冬奥能够参加得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政治污染 我觉得这种政治的这些污染 污染源 不要再去污染到社会的 尤其运动这一块 他们污染的已经污染的太厉害 政治就回到你政治场域去吧 不要再在任何场域 无限上纲 碰到跟你意识形态不同的 你就要去对人家这样下重手 我是觉得这些人可耻啊 因为比方说肖敬腾好了 我在企业或者是在民间 跟他合作过很多次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艺人 他就是一个所有公益活动 他连书画费都不收的那种 他很多的收入都会用在 所谓的支持公益上 他也是真的支持公益 不像有些人号称支持 然后还要以着手再拿很多的各种费用 他就是全力支持的人 那他也是一个很努力的歌手 结果在大陆就这样一句回家论 然后就被围剿 把所有的专业 跟他在所有艺术表现上的成就 就要给你一笔抹杀 这种就是非常可怕的意识形态杀人 这些人太 怎么讲了 太狭隘了 我觉得这个这些 你自己狭隘 你还不准别人胸襟广阔 拥抱自己的血统 自己的文化 自己 自己去 你去做你自己就好 不要别人 不要去决定别人要做什么人 我觉得这些人还 还好意思讲民主 还讲人权 人权是什么 每个人有权利决定 自己要做什么人 自己的主张 对不对 你凭什么别人做的选择 你就要去说三道四 意见不一样 就可以霸凌别人 以前还有人说主张统一就叛国 对不对 那你去看看中华民国宪法 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 看看两岸关系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里面怎么规定的 讲这个说法的人 就已经是违宪违法了 对不对 那今天黄玉婷还说 又发觉他 那些1450又看到他说 过去成讲两岸三地同胞 我说一点都没错 你去看看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在国家未统一前 中华民国有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 大陆也是台湾的 法定的名称 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大陆人民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法律的是这样架构 那这样情况之下 你叫大陆是同胞 有什么错 对那港香港人三地港澳 我们有港澳关系条例 跟两岸关系条一样的定位 那今天黄玉婷讲这话有什么错呢 不讲这话太奇怪了 那今天好啊 你不赞成的话 你不赞成你叫你的蔡英文 去修改两岸关系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嘛 你们现在全部 你们现在是百分之百执政嘛 对不对 那这些人后来 后来这件黄玉婷开始 蔡英文他们出来压 压这些独派的 不要乱吼乱叫 不要在那边 在那边造谣 在那边作乱的时候 那后来独派又出来叫了几声 那后来现在就不叫了 可见这些 你看我们这个舆论 完全就是被这些政府 这些绿营在控制 那这些就是说 他们就是在带风向 不过蔡英文 基本上这件事情 他还展现了说 他比较好 非有别于独派的 我是觉得 他会被独派下毒手 你看他从 要去 奖金国的 纪念活动 到现在 他要赢的是 退任卸任之后 不要被路上围打 所以他要往中间选民靠近 他事实上的话 他去年国庆日 双十节 他就不是搞了一件 搞了一个最大的国旗 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是在告诉独派 你们不要再乱搞了 在台湾的社会 不容许你们这样 毕竟现在追他认为 人都是独派的人 对 你们喊打喊杀 你现在主要 所以我认为 独派这些作为 喊打喊杀 最后喊打喊杀 被他打杀的 没有一个是非台湾人 全部都是台湾人 你今天黄玉婷不是台湾人吗 当然 一件被他们审查的 我们这些艺人不是在台湾人 不是台湾人吗 哪一个艺人不是台湾人 可是呢 他们现在在怎么样 在杀害他们的人格 杀害他们的名誉 在怎么样 在对他们进行 人格谋杀 没错 那你说这些独派 叫来叫去 你要去搞独立 那你以台湾人为敌干嘛 你还没独立 你就把台湾社会分成两块 对于异己就已经开始追杀了 那给你独立以后 那你不是更恐怖啊 讲话小心翼翼的 怕他们不高兴 是不是就要被追杀了 你比希特勒还恐怖啊 对不对 那跟你意见不同的 跟你立场不同 跟你认同不同 在台湾这个土地还有生存的空间吗 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看他们对黄玉婷 对那个 对我们的这个 这个艺人 这种追杀 这种态度 你说他能伤害谁 他们的本领 谁也伤害不了 就只能伤害台湾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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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